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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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虹月 那我們今天呢 要繼續翻開我們的生存日記 好的那我們上一集呢就是蓋了我們的 大平台有沒有 完美大平台 然後遮住了 來自四面八方的地獄幽靈的攻擊喔 然後我一定要說 我們這地方真的是正元好不好 真的是正元我們從這裡看 我完全看不到 這真的是一個正元啦不要再說不是好不好 這真的是元 那既然我們的防護措施已經完全蓋好了之後 不管是熔岩史萊姆啊還是地獄幽靈啊 應該都傷害不到我們的這個 堡壘了 那樣的話我們就可以開始來發展一些基礎設施喔 比如說啊很多觀眾都叫我做一個 朱布林的交易機喔 我其實不確定有什麼好交易的 也是可以啦 畢竟 畢竟朱布林他可能用黃金交易出一些 還不錯的東西吧 我記得 還有一些建材之類的啊 什麼黑石啊 什麼的 我覺得可以稍微做一台出來用啊 那總之我們就是 欸 欸欸欸 稍微回家拿一下我們的材料喔 不要再炸了拜託 莫名其妙 然後我發現一件事情欸 我們可能 走這裡有沒有 回去還比較快 我不知道啦 我們走這個地獄門 然後進到終界祭壇 然後進終界 接著呢 用煙火 飛 這樣會不會比較容易回來這邊啊 我自己是不知道啦 好像 會快一點吧 也許 好啦總之我們就是稍微來準備一點 紅石機關的東西喔 因為我剛好吃到一個 算是 全自動的交易方式吧 全自動的朱布林交易機喔 可是效率其實沒有很好 所以說我在想到底要不要做 沒關係 總之我們做出來 給各位觀眾看就知道了 還蠻基本的東西喔 好的那我們目前準備了這一些東西喔 就是一個比較器 紅石 護保紅石粉 還有一個投擲器 和漏斗箱子 我們可以用這些東西來做一個自動循環的 朱布林交易機喔 然後呢我現在還要去拿一下 命名牌 還沒錯 因為我們要命名一下朱布林喔 避免朱布林消失喔 是很重要的東西 啊等一下我是不是也要多帶點黃金啊 我現在黃金有點少欸 不然機會難得啦 我們去我們的豬人塔看一下還有多少黃金好了 我記得應該還有一些我沒有拿的 而且很久沒去看了嘛 我也不知道那個豬人塔到底還有沒有用 我其實不知道 我們稍微進去看一下 有嗎 這裡有用嗎 欸有欸他本來是會出殭屍豬人有沒有 啊這隻是怎樣 你不下去是鬧幾點的 他不知道從哪時候開始改的喔 好像豬人有時候就會卡在怪怪的地方不下去 不過應該還行啊應該還行啊 好不好 然後到這邊豬人就會摔下去嘛 然後就可以拿到黃金了 大概就這樣子 嘿嘿然後我下來了 接 接著我們就看一下喔 我們來看一下有多少黃金喔 應該還蠻多的吧 有有有有有有一點 我之前是合的喔 那我們就可以帶這些黃金 到時候就是 可以一直跟豬人換嘛 還不錯 然後呢就是剛剛講的啊 我們要準備命名牌啊 那我其實也不知道命名什麼欸 隨便取好了啦 觀眾好不好 我要把觀眾取名為 珠布林 你們就是被我虐待的好不好 被我囚禁的 主人部下了好不好 來 我們材料準備好了之後 我們就前往我們的地獄據點吧 先想辦法蓋出 呃 我們要的樣子好了 我覺得蓋沒有很難 你知道嗎 重點是我要把 珠布林帶過去 就很麻煩 這個應該是最麻煩的感覺吧 我覺得 好的 那我們現在呢 也有來到我們的 地獄據點了喔 那我們就稍微挑一個地方啦 好不好 比如說這裡 這裡感覺很不錯 然後我這個地方還會有那個欸 那個 這個就是什麼 赤竹獸有沒有 這還是很詭異方欸 是不是我之後也要把它 當成一個什麼 赤竹獸農場啊 然後他之後再說 首先我們就是在這裡有沒有 放 呃 漏斗 放兩個箱子 然後呢在後面這邊 放一個漏斗 兩個像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在這邊 放一個比較器 接著我們 拿出我們的玻璃喔 嗯應該怎麼講 我這一個好不好 我這一個是要放豬人的地方 唉唷 他怎麼直接在這裡啊 唉唷 你讓我好開心喔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你不要射我 不要射我 我先做個 金裝好不好 我先做個金裝 欸真的是直接來欸 好爽喔 不要這麼激動 不要這麼激動 來來來 我們是一伙的 不要自殺 拜託 好嗎 欸 欸 欸 你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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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射屁喔 他幹嘛 我哪來惹到他啊 我哪來惹到你 別鬧好不好 而且他是 他是拿十字弓的很煩 十字弓的很難關 你先過來 你先過來 你站在這個地方 站在這個地方好不好 噢 不要鬧啦 你 你給我下去 你給我下去 我把你關起來好不好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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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他現在又不射我了 是怎樣 為什麼他有時候要射我 有時候不射我 還是因為我開到箱子 他來打我 好像有這種感覺齁 噢 噢 好煩喔 我就是我就是因為這樣 我才不喜歡 搞這種事情 很麻煩 把箱子拆掉 噢把箱子拆掉 他馬上打我有沒有 兇屁喔 來就不要給我動 你不要退 你為什麼要退 你是退什麼的 你不要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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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吃死長大的啊 一直退在退幾點的啦 不要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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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底在退幾點 你不要退啦 廢物 好那我們目前呢 鋪了這樣子的空間喔 這個地方呢就是給我們放 我們設施的地方吧 雖然說有點值 不過夠用就好 夠用就好 那我們在這邊先放一個 箱子好不好 在這邊放個箱子 然後呢 我們就是用漏斗一樣 剛剛講的 連上來這樣子 接著呢 我們在這邊放一個比較器 然後 我們這一格好不好 這一格漏斗是放豬人的地方 所以說我們 之後要用這種玻璃有沒有 把它圍一個小空間出來 像這樣子 然後呢 在上面這邊 上面這邊 我們要放一個 發射器 投擲器 這個投擲器呢 是拿來噴黃金的喔 就是自動噴黃金給豬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 看著他慢慢換東西出來喔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比較器放在這裡好了 因為我們會需要用一個紅石線路往上 比較器放在這裡 這個比較器是偵測漏斗的東西的喔 然後我們在這邊放 黑石 然後放一個紅石火把 然後呢再放 黑石 然後再放紅石火把 把它形成一個往上的一個線路喔 這樣子 上來 接著呢就可以 欸 放一個紅石線過來了 像這樣子 然後呢我們就是把剩下的玻璃給圍起來喔 那基本上這個東西要怎麼用呢 首先就是 這裡面放滿黃金對不對 放滿黃金之後 黃金只要吐給下面的豬布林對不對 豬布林就會拿起黃金 拿起黃金之後呢 他換完東西他會往下丟 然後就丟了一個東西下去 欸等一下我沒丟到 然後他就會閃一下 他閃一下之後有沒有 他就會噴一個黃金 有沒有有沒有 因為現在沒有豬人 他目前就是一直噴 所以說 各位懂的有沒有 總之有豬人之後這邊就會比較正常 可是現在他有個最麻煩的就是 我要怎麼把豬人引過來喔 關進來這個空間你知道嗎 這要多難啊 這附近有豬人嗎 還是我們應該做個鐵櫃 把它運到這邊來 這裡有一隻 可是他是拿那個 十字弓的 那算了你給我過來 好不好 你能過來就好 我不強求 過來 跟過來好不好 跟過來 走囉 快樂的搭船船時間 我只能把他塞進去那個鬼地方就好了 好不好 只要能塞進去 完整的塞進去好不好 他就是我們的奴隸觀眾了好不好 呵呵呵 哈囉 你在看什麼啊 唉唷 瀟灑啊 在那邊看我們的 岩漿湖欸 看一下前面啊 不要別看你的目光好不好 我要帶你去我們的 超讚的地點啊 唉唷 喔 喔不你不要鬧 你 忍真點 你別鬧 喔你不要耍白癡 你要去哪 他在幹嘛 What the fuck 你耍白癡是怎樣 跟跑進去 欸觀眾但是豬不靈不見了欸 為什麼 他不是船過來嗎 他忍了欸 跑上去嗎 不可能吧 欸豬不靈不見了欸 喔 不我知道了 因為他來到主世界就變那個一般的豬人了 媽的 他是智障喔 喔我的豬不靈勒 為什麼又不見了 媽的咧 喔 各位觀眾 我找到一隻了 這隻還拿劍的 嘿嘿 嘿嘿 過來 然後我就好不好 帶著這隻豬 好直接從上面 不要 不要鬧 別鬧好不好 不要鬧 拜託 不要鬧 啊 不要再鬧了啦 來囉來囉來囉 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好不好 下去囉 太漂亮了這隻 我有預感這次他一定會聽我的 好不好 他一定會聽我的 啊啊啊啊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好痛好痛 過來跟我走跟我走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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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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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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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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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神奇啦 各位觀眾 我終於把他關在這裡了 然後接著好不好 就輕鬆的 因為這樣子 欸欸欸欸 我有金靴你幹嘛 我有金靴你別鬧啊 我們是一夥的好不好 你看我 我這次就這樣子 然後把這打掉 他初步來 那他只能進去對不對 我可以一步一步限縮他的格子有沒有 喔我知道了我要從後面來 我要從後面來 我從後面來了 然後 哈哈哈哈哈哈 太可惜了 不要用這個 我們用玻璃 玻璃 太神奇啦 傑克 我成功關注我們的小豬人囉 關起來啊你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上面有沒有 放滿我們的金 金 呃 放滿我們的金錠 我們金很多啊 全部放好不好 隨便放 然後呢下面這邊 我們也給他多放一點箱子 然後我們就繼續放好不好 把上面這邊全部放滿就對了 來囉 太神奇啦 我現在 投資是全滿的 然後接著呢 呃 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只有一個喔 先 這個先挖開好了 然後呢 我們先丟一個東西進去 給他撿 喔有沒有 他丟了東西 他丟東西然後馬上被肉桶吸到 然後觸發一個那個比較器 然後比較器 然後比較器往上傳 又碰了這個有沒有 有沒有 喔有了有了有沒有 是不是 他還神奇啦 他還神奇啦 各位觀眾 剛剛想說我怎麼挺啊 來來 因為他這次丟的東西比較多 他要全部傳完之後 他才會噴下一個金喔 有沒有有沒有 是不是覺得很棒啊 我的豬布林交易機 好棒喔各位觀眾 啊我忘了把他取名字耶 等一下這敲掉 為了避免他消失好不好 觀眾 好我們的觀眾就將被我們 灌在這個地方了 好的各位觀眾 我們現在是 呃完美好不好 完美 交易機出現了 然後我們就是在這邊 稍微等一段時間喔 看看他總共可以幫我們 換到什麼東西啊 好的觀眾我稍微在這邊 掛機了一段時間喔 然後呢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豬布林 已經完全都沒有在動了 那沒錯 那是因為我們的 箱子應該是滿的 所以說他不會繼續吸東西 然後也就不會觸發 也就不會觸發 比較就是讓他繼續噴金頂喔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 稍微來看一下 呃 好亂喔 應該分類一下對不對 在這邊做點箱子 好的 觀眾我稍微花了一點時間喔 呃分類完了 那我們這邊呢 是完全沒有東西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 繼續讓他觸發這個機關呢 很簡單 就是 繼續丟個東西進去就可以了 像這樣 可以了 他就會繼續 呃丟金了 來那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 我們總共拿到什麼東西喔 首先就是這些靴子有沒有 全部都是靈魂機種 然後都是鐵製品 然後呢 是一堆歷史啊 黑史 靈魂沙 有的沒的 然後呢 就是 靈魂機種的書 然後珍珠啊 一些零零種種 重點是很多追擊劍欸 我們甚至都可以拿出我們的攻擊有沒有來射人欸 有沒有 像這裡 這裡有個垃圾 欸沒射到 再見 去死 有沒有 然後他還會發光 雖然說沒什麼用啊 不過挺潮的好不好 挺潮的 挺潮的 各位說是不是啊 可以標記每隻主人欸 多棒 好啦不管 沒什麼用 最後的話就是這個喔 一堆不知道來幹嘛的水瓶 呃在地獄產生水的方式啊 然後還有就是 抗火藥水 然後有分兩種一種是 投擲式的一種是一般的 好就這樣子 還不錯啊還不錯 我覺得重點還是這個吧 他可以刷我們 最難拿的哭泣的黑曜石 這個應該是最稀有的 再來就是 黑曜石吧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不用手動挖黑曜石 只是他那個機率還是沒有很高的感覺 喔目前在掉 補氣的黑曜石 就類似這樣子吧 還不錯啦其實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 就差不多想到這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哇